花蓮县客家新船协会3月9号正式成立 而理事长黄瑞湘和理监事干部们也特别会同了客家事务处处长潘检健 前往拜会县长许正伟 说明了协会未来推动客家文化的方针 要带领老中青三代共同参与 让族群文化永续传承 花蓮县客家新船协会在3月6号正式成立了 为了让客家文化能够向下扎根 花蓮县新船协会理事长黄瑞湘、客家事务处长潘检健和协会理监事们 并且前往县福拜会县长许正伟 花蓮县客家新船协会除了落实客家扎根工作 研究发展以及培育人才 未来推动的工作包括配合政府客家政策 推动客与无障碍的环境 建立客家新船资源福利观念 办理社会福利的工作 促进家庭、学校以及社区 推行寓教娱乐、生活环境 活络客家社团带动社团的活力 建立专业人才资料库 发挥全校的教育功能 提升客语、新船之尊贤 客家苏书处长彭杰健表示 客语传播与客家传承是客家文化发展的重点 近年来客家委员会鼓励各县市民众参与客语认证考试 设定每个县市的客语认证通过率 以客家族群人口占比 作为通过客语认证人口占比的奖励基准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客家年轻人共同来参与 客家输出将会找回客家年轻人共同参与 欣赏客家语言文化 客家查明生活习惯特有的诸多美丽传统为职制 找回客家族群荣耀以及自信 成立客家青年服务队 为了将会创造文化传承以正向的质变 族群文化才能够长久的传承下去 记得转眼花收到